我姓钱 金钱的钱 我来自于台湾 我目前是61岁 我姓欧礼 也是来自台湾 今年60岁 干细胞我了解 在20年前 在台湾我就了解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碰触 这样的产品 明显的 在我身体上发生效果是 之前因为在中国 个人的口腔卫生习惯 没有注意 所以发现自己有牙周病 到了牙科诊所 医生说你这个没有救了 就是牙齿让它慢慢掉 不然就拔掉做假牙 但是我做了干细胞的治疗之后 大概在第四个礼拜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我的牙齿本来是松动 开始慢慢变成紧了 而且也没有以前那么痛 因为我有心脏病 所以基本上体力是比较差的 那在做完这个干细胞之后呢 就感觉到体力很明显的改善非常多 然后脸上的斑呢 有淡很多 所以觉得干细胞疗法 的确是非常好的 干细胞疗法呢 对我来讲是 虽然就是我本来 可能在一般人看来 就会比实际的年龄要轻 然后做了之后呢 真的是蛮亚裔 就是说还可以更年轻 因为我是用女儿的血 18岁的血 所以的确帮助很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 干细胞对我最明显的 就是我的牙周病 所以在座的朋友 如果你有牙周病的话 除了改善刷牙习惯之外 千万不要随便去把牙齿拔掉 也不要认为它不会好 它是可以改善的 主要是Dr.Simon 他告诉我的一句话 他说干细胞不是帮你治病 干细胞是帮你身体的 原有的功能 恢复到正常状态 大家好 我是Erin 那我今年是33岁 我之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那今天呢 我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组织医生 他是我们可见医疗的 高级师书医师 一直以来 在我这个进行 刚细胞疗症的时候 他都在跟进我的这个病话 我们的书医师 嗨 大家好 我是书医生 Dr.Soo 是这个建理医疗的一个医生 我一直以来 从2016年开始 有机会接触到Erin 知道他有这个 甜尿病之后 打算要为他做一个这个疗程 干细胞的疗程 一直以来这一年都有跟进着他的疗程 他的病例 所以Erin 你从2014年开始 得知自己有这个甜尿病后 你怎么样知道自己会有这个病呢 有什么症状呢 对 我其实呢 是在三年前就是 就是我有去做了一个体检 那从体检报告得知 就是我的血糖指数过高 那从这边就是医师告诉我 就是说 我已经患上了糖尿病 当你知道自己患上了这个糖尿病之后 那个情况 你的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样的呢 当时我在医师告诉我就是我的血糖指数 已经是过关的情况 那我就 医生就建议我 建议我开始服药 就是服用这个胰岛素的那个药物 那从原来的一天两颗 然后过后再做一个就是简单的血糖测试 也是不能把它这个血糖指数降低 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到后面就是到后期呢 其实已经是每一天都要服用四颗了 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挺严重的 因为大量的服药服用药物 只有利用药物才能控制到你的血糖的话